弟媳坐月子 我妈给了他十万去月子中心 结果他给了他妈两万 剩下八万买了个包 月子过后 他撒破打滚说 我妈不伺候他月子 扬言我妈必须再给他每个月八万 还要给孩子买五十万的金子 否则就带着孩子离婚 让我妈再也看到孙子一眼 我妈被他惹毛了 你生的又不是我儿子 谁生的谁养 他还不服气 窜头我哥跟我妈翻脸 要赶我们出门 终于 我妈死心了 撕了写着我哥名字的股权转让协议 带着你老公一起滚 反正他也不是我儿子 弟媳王倩生产前就明确告诉我妈 坐月子不要我妈照顾 他要去月中心 我妈同意 照顾月子不是轻松的事情 况且佛习是天敌 稍微不注意就要被埋怨 失利不讨好 于是 他给了王倩十万 让他去住最高档的月子中心 谁承想生孩子第一天 他娘家妈陈香梅就提着小包到医院 去什么月子中心 十万块 多浪费 把这些钱给我 你还怕妈把你照顾不好吗 王倩被他妈说得心动了 最后 他给他妈分了两万 剩下八万买了一个他喜欢的包 整个月子期间 都是陈香梅在照顾她 我和我妈偶尔去看看 每次去她都是黑着脸 陈香梅更加直言不讳 坐月子期间 你们还是少来 免得打扰了我女儿休息 好吗 我和我妈总共就去了三次 虽然我妈很想看孙子 终于 一个月后 王倩出了月子 我妈拉着我心冲冲的去看她的大孙子 谁知道 一进门就被王倩给大袜里通 我妈的手还没碰到大孙子呢 王倩一把就把我妈推开 别碰我儿子 你的手也没消毒 脏死了 等下细菌传染到我儿子身上 生病了 你负责到吗 我妈尴尬地缩回手 连忙解释 我洗过手了 王倩依然不高兴 你们来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我妈愣了一下 你就不是出月子了吗 我和惠惠来看看你们 陈香梅一把把孩子抱走 看得不让我妈看一眼 看孙子就这么空手来啊 你也好意思 大孙子满月不送点礼物的吗 我们都有点生气 但她还在说 人家的奶奶姑姑 孩子满月 每个不是大金镯子 金锁 金生效什么的安排上了 你们倒好 带着一张脸就来 坐月子这个月 你们脸都不录一下 一出月子 就来捡大孙子了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 我越听越生气 本来我妈也说了 要给孩子买金子 可王倩说 直接给她钱 她自己去买 免得我们买的款式 她看不上 我妈准备了十万 我也准备了十万 我们心想也够了 但是听她那伸手直腰的口气 怎么听都不舒服 我妈还在解释 我带了钱来 千千看上什么 她自己去买就行 陈香梅依然不满意 钱钱钱 你们什么都只知道用钱打发 一点心都不用 有钱了不起吗 我气死了 那是我们不来吗 明明来一次 他们赶一次 说打扰了王倩休息 还能怎么来 王倩跟着帮枪 就是我妈在这里辛苦了一个月 天天又要做饭 又要做家务 还要照顾孩子 累的都搜了几圈 你们也真是心狠 就这样 看着我妈一个人忙得团团转 一把手都不打 我妈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最后又闭上了嘴 一句没说 陈香梅见我妈没反驳她 更加来劲 这孩子是给你们张家生的 凭什么要我来照顾 王倩马上接话 对呀 又不跟我姓王 我看着他们那刻薄的嘴脸 真是听够了 我妈明明给了你十万 让你去住月子中心 又没有要你妈来照顾你 现在在这里喊什么泪 陈香梅一听我居然反驳她 马上挤出几滴眼泪来 倩倩 你听听 你大姑子说的这是什么话 难道我来照顾你 还有错了 他们什么都不做 还不让我做了 呵呵 真是好笑 你要是没拿钱 我对你恭恭敬敬 但是你拿的钱 就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阿姨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天经地义 她脸都红了 我每天辛辛苦苦 起早贪黑的一个月拿两万块钱 我不应该吗 应该 当然应该 你拿钱也没错 那就不要说什么辛苦不辛苦 谁家赚钱不辛苦 被我赌得没话说 王倩脸色更黑了 张慧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你妈不来照顾我月子 我妈要谁不来 你是要我去死吗 真是好大一口锅呀 一向温柔的 我妈也忍不住了 王倩 我们给了你十万块 什么样高档的月子中心不能住的 是你自己要叫你妈来赚这个钱 现在 你妈收了钱 你也买了八万的包 怎么又觉得自己吃亏了 王倩被我妈说中了心思 恼羞成怒 抓起桌子上的茶杯 摔在地上 我不管 反正我不能让我妈白白在这里受委屈 想想这个月 你们到处潇洒的时候 都是我妈在伺候我 我就心痛 凭什么呀 你们张家的孩子要我妈来伺候 简直没天理 我也觉得没天理 凭什么我们给了那么多钱 还要被埋怨 我妈看了我一眼 示意我走 对呀 何必在这里惹人讨厌 既然她不喜欢我们 那走就是 可我们刚摆开腿 王倩就挡在门前 什么意思 想这么轻松的就走吗 我真是开了眼界 不然呢 你还要把我们扣在这里 给你洗衣做饭吗 她冷笑一声 你们做那些 我还瞧不上 但是你们也不能 这么当个甩手掌柜 想要张家的大孙子 那就必须得付出 我妈挺直了背 我还要怎么付出 从你怀孕开始 什么东西都是我买的 包括你儿子 现在的尿不吃奶粉 都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你自己出过一分钱吗 你妈给你花过一毛吗 陈湘梅抱着孩子 故意把头蒙住 不让我妈看 这些肮脏的小心思 真是看不下去 这是你们张家的孩子 就赶你们张家出钱 告诉你 今天孩子满月 你们必须把买金子的钱留下 不然 你们有点总 呵呵 说来说去 还不是为了钱 本来这钱 我们也准备好了 可是 看他们娘俩那样子 实在是没心情给 我妈冷冷地看了王倩一眼 你要多少 王倩看我妈松口了 马上昂着头 我生的是男孩 是你们张家的继承人 所以你们不能少给 买金子 最少得五十万 好大一张脸啊 这么小的孩子 一个金锁金镯子 要得了那么多钱吗 这不是明摆着 给他自己的吗 我妈也被他的贪婪惊呆了 最后 他说 十万 你还要不要 陈湘梅气冲冲地 把孩子放回床上 然后回来 指着我妈的鼻子 你这个老不要脸的 我女儿给你们张家 伤了这么大一孙子 你给十万就打发了 怎么着 你带着那么多钱 是准备进棺材吗 我妈这辈子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骂过 就算做儿媳妇的时候 跟我奶奶也是和和睦睦的 从来没有红过脸 现在居然被陈湘梅这样骂 她真是气得嘴唇 都哆嗦起来 太委屈了 给钱还要被骂 我一下站在我妈面前 谁老不要脸 说你自己吧 一把年纪了 还要来蹭亲家的钱过日子 说出去不嫌丢了吗 我妈有钱 就算她将来带进棺材 又怎么样 那是她的自由 你有什么资格说她一句 陈湘梅就是个市井托福 见我护着我妈 她举起手就要来打我 你妈那个老不要脸的 我放过她 你这个小贱种别想跑 笑话 我身强力壮的 还能让她一个老太婆打到吗 我抓住她的手腕 用力的一推 中看部中不用的陈湘梅 一下就对我推到地上 她顺势一躺 爱又连天地叫了起来 倩倩 你嫁的这是什么婆家呀 居然敢动手打你妈 离婚 赶紧跟张承明离婚 把孩子带走 让他们一家人 永远别想再看到孙子 王倩连忙趴在他妈身边 一边哭一边愤怒地指责我 张慧 你这个脚屎棍 当初我妈就是不同意我嫁给张承明 她就说 有大姑子的家庭嫁不得 嫁进去就要受委屈 果然 你真的是见不得我呀 你自己没有男人要 就羡慕我 嫉妒我有这么性子的婚姻 她一边喊着 一边对我弟弟张承明打电话 老公 你快点回来 你大姐要把我妈打死了 我翻了白眼 这就打死了 我还没用力呢 懒得和他们多说 我妈失望的摇头 依然准备离开 王倩又迅速地拦住我妈 打了我妈就想走 你怎么想得那么美呢 对 陈香梅在地上爱好 我的腰断了 一定是骨头断了 你们必须赔我钱 最少赔我一百万 我和妈对视一眼 看着小丑一样的母女 他们口口声声都是钱 从我们进门开始 就只有一个目的 要钱 利用孩子要钱 我妈嘲讽地看着 躺在地上耍赖的陈香梅 腰断了我马上给你打120 医院要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绝对不少名分 我妈说完就拿出手机拨了120 王倩马上过来 抢我妈的手机 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 我自然会带着我妈去看医生 你乖乖地给钱就行 呸 什么东西 张口就是五十万 一百万 当我们家的钱 是杀炸出来的吗 正说着呢 我那弟弟满头大汗地回来 一进门就看到陈香梅 躺在地上 王倩的眼泪啊 像不知钱似的 老公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我妈辛辛苦苦在这里 照顾了我一个月的月子 你妈和你姐不但不感激她 反而一来就打她骂她 你说 这口气我怎么忍得下 张承明连忙抱着她安慰半天 转头就问我 大姐 你真的打了我怨奴 这个弟弟 眼里只有她老婆 王倩说什么 她就信什么 但是我也不能被人冤枉 是她要打我 我只不过推了她一下而已 王倩继续哭哭啼啼 我妈说她腰痛得很 肯定是哪里鼓不断了 老公 我让你妈给一百万赔偿 还骂我不要脸 本来就是不要脸 我不相信张承明这点都想不到 但是我错了 我高估了她 她黑着脸看我 大姐 你跑到我家来 对我岳母动手 还骂我老婆 你确实做得不对 现在我岳母躺在地上不能起来 让你赔点钱是应该的 一百万 你就给我们吧 我瞪大眼睛 这真的是我弟弟吗 这么不讲道理 我偷偷看了我妈一眼 她满脸写着失望 承明 你当真要我们给这一百万 她还没说话 王倩插嘴 当然 这一百万是赔我妈的钱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 给孩子买五十万的金子 最重要的一点 以后每个月给我八万的养孩子钱 一年就是九十六万 四十五入一下 也算一百万 这样总共算起来 你先给一年的养育基金 现在你得给我二百五十万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要钱要得理直气壮 脸不红心不跳 我妈是真的生气了 她定定的看着张承明 你说 我凭什么交给你们这些 我养你大 已经是尽了所有的责任 你的儿子 谁生的水养 别来找我 王倩更生气了 你什么意思 你的孙子 你难道不出一份力 我妈都知道过来照顾我 你出点钱不行 告诉你 要是真舍不得这钱 我就马上和你儿子离婚 带着你孙子 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 我妈冷笑吝声 别离婚了 你把张承明一起带走吧 正好少了我一个负担 反正他跟我 别他闭上了眼睛 咽下了后面的话 哎 他还是对张承明太好了 舍不得他 这么多年 我妈对张承明怎么样 我心知肚明 都是他的孩子 他一个也不偏心 都是全身心的付出 从金钱到教育 再到关爱 什么都没有去过 可他现在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首先破防的是张承明 妈 你在说什么 只不过是250万而已 你是要赶我和倩倩走吗 咱家也不是穷苦人家 又不是拿不出这250万 你何必这么小气 我都快被他气笑了 这个弟弟 他是什么脑筋 家里有钱 你们就可以随便恶索妈了 开口闭口 就是几十万一百万 你现在一个月挣几个工资 这么大方 不见你给妈笑顺个几十一百万 张承明正生气呢 王倩马上把脑头对准我 这是我们张家人的事情 有你说话的份 好笑 我生来就姓张 他说没有我说话的份 我妈反问他 你姓什么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他一下恼羞成怒 老公 你看到了吧 他们就是这么欺负我的 根本没有把我当做你们家的人 这个家我还怎么待下去 老公 我走 现在就走 免得让人家讨厌 他假惺惺的去屋里抱孩子 收拾东西要走人 张承明瞪了我一眼 你们也太过分了 他才生了孩子 何必争小气 赶紧把钱打到我卡上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我也不跟你们计较 我妈气得手都在抖 要钱是吧 好 好的很 他拿起手机 迅速的说了250的数字转账过去 一秒钟后 张承明的手机提示 微信到账250元 呵呵 真就是个250 我妈拉着我就走 一直到楼下 他才紧紧捂着胸口 长吐一口气 我当然看得出来 他很伤心 我没想到 承明他居然和王倩一起来找我要钱 这么多年 我对他还不够好吗 你有的他都有 你没有的 他还有 他为什么正不知足 我妈失望 是有原因的 张承明他不是我妈生的儿子 他是我堂弟 当年一场意外 他爸妈和我爸爸一起戳车祸 从此 我妈就带着我和他一起生活 他在叔叔婶婶的坟前承诺过 会把张承明 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对待 但是张承明始终认为 我妈偏心我 尽管我妈处处一碗水端平 甚至她结婚 我妈给她全款买一套上千万的房子 给了王倩66万彩礼 还让她在家里的公司当总经理 每个月5万的工资 可她依然不满足 我知道她的心思 一个总经理满足不了她 拿到公司的全部股份 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会会呀 是妈错了 一开始妈就不应该把她当做儿子来养 要是早说明只是侄儿 给她一口饭吃 她可能会感激我 可是一旦成了儿子 她就开始争 跟你争 跟我争 我原本还打算把公司的股权分一半给她 现在看来没有必要 对 她想要的是全部 就算给她一半 她也不会满足 甚至还会有更多的猜忌和怨恨 我和我妈前脚刚回到家里的别墅 王倩和张成名 居然后脚就跟了回来 王倩一进门就指着我 张慧 赶紧收拾你的东西 滚出我们张家的房子 简直不要太好笑 这个王倩 她到底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这是我家 我住了二十几年的家 我惹毛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让我搬走 她双手抱胸往沙发上一坐 哼 就凭我是成名的老婆 我是张家的少奶奶 大太太 笑死 我差点吐了出来 你一下少奶奶 一下大太太 你到底死了多少年 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僵尸 她脸一红 别那么多废话 这别墅本来就该是成名的 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住这里 只是给你们面子 让你们先住着 没想到你们现在居然翻脸无情 既然你们不仁 就不要怪我们无意 现在马上给我滚 这里 我和成名还有孩子马上会搬进来 真是神经 大大的神经 我妈瞪了张成名一眼 成名 这是你的意思吗 张成名下意识的眼神躲闪一下 然后马上坐至身体 对 这是张家的房子 我才是张家明正言顺的继承人 这本带就是我的 我妈气到 她费尽心力 最后养出一个白眼狼 你错了 这不是什么张家的房子 这是我赵苏芬一个人的房子 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 王倩慌了一下 张成名目火冲天 妈 你什么意思 你是看我爸妈和大伯 他们都走了 然后就清脱了他们的财产了 你也太不要脸了 我妈啪了一个巴掌 甩在了张成名的脸上 张成名 我养你这么大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的 你有没有一点 最基本的礼仪廉耻 张成名被这一巴掌打得有点猛 但是王倩好像更猛 他还没有听懂 张成名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一点不妨碍 他继续发疯 他气势汹汹的 挡在张成名的面前 你打他也没用 我现在只是让张会搬出去 还没有赶你走 已经是看在你一把年纪的份上 给你面子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到时候丢的是你自己的人 我简直要气死了 这两个人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不等我妈说话 我直接去楼上拿了他的房产证 用力地甩在张成名和王倩的脸上 你们看清楚 这房子是谁的 写了谁的名字 王倩看也没看一眼 无所畏惧的样子 真的让我想给他一巴掌 我管你什么房产证 那在我这里没有用 我只承认我和成名的结婚证 我和他结婚了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 那自然他的别墅 也就是我的别墅 之前我本想着 只要你们给了我那250万 然后每年100万的收货费准时给我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但是现在看你们这小气样 我也就不能那么大度 这别墅该是我和成名的 我就必须马上收回来 他应该是说累了 还停下来喘了口气 王慧 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 不搬的话 我马上叫保安把你拖出去 真的嚣张 我妈已经忍无可忍了 她拿起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开了免提 老李 带上人去把清华园一栋 1601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丢出去 包括里面的人 好的 赵总 电话挂断后 王倩才突然反应过来 你要干什么 1601是我家 你要把我的东西都丢出去 我妈很是平静 你们不是要赶我女儿出去吗 那我就先赶你们出去 如何 王倩疯了 她连忙大喊 不行 你赶紧叫他们不能去 我妈还住在里面呢 你们不能赶他走 她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哼 我儿子还在那里 你的大孙子也在 我不信你舍得赶他出去 笑死了 我妈几乎是咬牙切齿 我自己咬了20年的儿子都靠不住 还能靠你赶刚出生的儿子 笑话 赶紧回去 不然你那些东西少了 可别来找我 王倩见我妈不像是说假话 她有些急了 但是张成明反而一点都不急 她抽了一根烟 狠狠地吸了几口之后才说 妈 何必闹得这么难看 其实很简单 现在反正张家也只有我这么一个男人 你这些家产 就算放到10年20年以后 它都是我的 无庸置疑 神经病还无庸置疑 张成明 2024年了 你的脑子还停留在哪个年代 还传男不传女吗 这是我妈的房子 她想给谁就给谁 甚至她想直接开一辆铲车来铲掉都行 谁都没有话说 张成明听我说完 突然就发了疯 张慧 闭上你的臭嘴 我人家很多年了 就算你是妈亲生的 那又怎么样 要是我爸妈还在 我大伯还在 这家里哪里有你说话的分 现在你们就是欺负我没了父母 恶毒的抢我公司 抢我家产 疯子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疯子 我妈直摇头 这分明就是一个拎不清的白眼狼啊 正说着 我妈视频响了 沉香梅像疯子一样抱着孩子 大声喊道 你们谁要是敢丢我的东西 我马上跳下去 我看你们谁敢 王倩一下慌张起来 拉着张成明就往外跑 一边跑还一边骂我妈 老太婆 你来真的 你真的去赶我妈走 告诉你 他们要是处理点问题 我跟你没完 我妈冷哼一声 我还有点担心 她会不会真意识冲动 我妈只是笑 那阳台上面都有隐形房盗网 她根本跳不下去 耍扑而已 哼 我是忘记了 他们那房子是我妈亲自装修的 当时就想着 以后有孩子怕不安全 全部装了隐形房盗网 我妈还是带着我 顺便带上了房产证 当初我是准备写张成明一个人名字的 可她说怕王倩贪图她的财产 最后才写了我的名字 现在看来 幸好没有写她名字 我们赶到时 陈香梅正站在阳台边上 这是我女儿家 谁给你们的权利赶我走 开什么玩笑 我女儿才给张家生了一个大孙子 谁这么旺旺负义 呵呵 我妈推她门进去 你女儿只是给张成明生了一个儿子 可别说什么给张家生大胖孙子 陈香梅气死了 她指着我妈的鼻子骂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老太婆 而媳妇生孩子 坐月子 你不闻不问 一来就是哥媳妇抢房子 争财产 你还是人吗你 我妈淡定的坐在沙发上 你说错了 我并不是她婆婆 她真正的婆婆早就埋在地下二十年 王倩 你还不知道吧 王倩一脸猛 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妈指的指张成明 她不是我的儿子 只是侄子而已 王倩 按关系来说 你只能叫我一声伯母 王倩睁大了眼睛 不可能 从我嫁进这个家那天到现在 成明都一直叫你妈 你也从来没有说过 她不是你儿子 陈香梅也不跳楼了 也不演戏了 对 你看看这房子 还有结婚的时候 你给欠欠六十六万的彩礼 坐月子又给了十万 孩子的东西 你全部买得整整齐齐 你说你不是成明的妈妈 那不是放屁吗 不是她妈 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是啊 为什么这么好 只不过是因为 念着当初的她太可怜 只不过是因为 她始终是我堂弟 我妈不忍心她去孤儿院 说她在那里 绝对过不了好日子 所以 善良的她 成了张成明的妈妈 可惜 她所有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该的回报 王倩和陈香梅 看张成明 并没有丝毫的反驳 他们也想到了大概 王倩摇着她的手臂 成明 你说 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不是她儿子 你真的骗了我 所以说 你并不是什么富二代 你只是一个孤儿 一直很冷静的张成明 听到孤儿两个字时 突然爆发 她一把推开王倩 谁 谁告诉你 我是孤儿 我明定就是张家的 唯一继承人 我是张家唯一的男人 所以 无论我爸妈是谁 只要我出生在这个家 只要我姓张 谁都不能代替我 张慧 尤其是你 她恶狠狠地看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眼中 看到凶横 看到恶毒 你心想抢走我一丝一毫 这整个张家的公司 张家的房子 他们全部都是我的 全都是 真是让人失望 张成明 她已经钻进财产的 悬谷里面不能出来 王倩听她这么笃定 也有了底气 她指着我妈 你凭什么让人赶我妈走 她伺候我月子尽心尽力 那时候你在哪里 你在干什么 好笑 我妈也不惯着她 叫上李叔 老李 来 继续收拾 这里面只要能丢的 全部给我丢掉 什么都不要 便宜了这两个白眼狼 李叔带来的几个保安 又开始收东西了 一件一件的装进垃圾袋 什么化妆品 什么生活用品 甚至连鞋柜里面的鞋子 都全部装进一个大垃圾袋里面 王倩发了疯 不能 你们不能丢掉我的东西 我打110 告你们 一定告你们 我妈二话不说 见了陈香梅的房间 打开衣柜 里面满满当当 都是王倩从我妈那里 偷来的高档奢侈品衣服 简直晦气 还偷 真是笑掉了大牙 怪不得我的衣服 总是莫名其妙不见 原来都到了这里 我妈一边说 一边招呼我 来 会会 这些东西也脏了 等了吧 我帮她一起 扯下那些衣服 就往地上丢 这下是要了陈香梅的命呢 她尖叫着 把孩子丢在床上 然后要来抓我妈的头发 我一脚把它踢开 休想进了我妈身边一厘米 然后 我当着她的面打开窗户 把那些衣服 全部丢到楼下 我看清楚了的 楼下是一个游泳池 这天气也不会有人游泳 那些衣服 全部都泡进了水里 没有一件可以再穿 当然 包包啊 鞋子啊 我一样都没有拉下 全部丢了出去 陈香梅惨叫的 在地上起都起不来 不许动 都是我的东西 全部都是我的 嘿 明明都是偷的我妈的 这个老贼 丢完陈香梅的 继续去丢王茜的 她的东西就多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 那几对大金镯子 还有各种项链 戒指 耳环 都是我妈送给她的东西 王茜惨白着脸求我妈 别丢 这些都不能丢啊 当然不会丢 我们也不是傻子 就算晦气不能带 也可以卖了换成钱啊 我妈全部放在我的包里 收好了 这些妈妈现在送给你 王茜差点约了过去 她要过来抢 可惜啊 几个保安一起抓着她 她扭来扭去 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保安的控制 不能拿回去 你送给我的 就没有拿回去的道理 我妈哼了一声 我送给儿媳妇的 你都不是我儿媳妇 为什么不能收回来 最后她叫张承明 你是死了吗 赶紧给我抢回来啊 快点 张承明没有动 她只是直勾勾的看着我妈 妈 我是儿子 将来你老了 疼骨灰和的是我 所以这些小东西 我不跟你计较 你拿回去就拿回去 但是 房子和公司 你必须给我 马上你协议 全部给我 否则 不要怪我 将来把你骨灰撒进抽水沟 什么东西 我拿起 她桌子上的手机 给她砸了过去 你管吧 有我在 还轮得到你来捧骨灰和 真是笑话 可她显然很认真 不然呢 你来 让你一个女人捧骨灰和 那不是对妈的起耻大辱 证明家里没有男人 证明整个家已经没落 谁还会看得起我们张家 你说 谁看得起 我妈气得啪得 给了她一巴掌 女儿不是人 只有你们男人是人了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我也是女人 你不是靠我的钱 养尊处优长大的 张承明 我不怕告诉你 今天之前 我都已经想好了 公司的股权 给你和灰灰一人一半 我是真的把你当做儿子 可是 现在 我告诉你 你不配 一点都不配 她停了一会 看着明显慌乱的张承明继续说 现在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你听清楚 什么都不给你 老实一点 赶紧收拾你们的东西离开 我好心提醒你 你爸妈的老房子还配住人 你不至于没有了落脚之处 张承明没有了 刚开始装出来的淡定 他大声的斥责我妈 你疯了吗 你这样做对得起大伯吗 要是他还在 看你这么欺负 他会打死你的 我妈眼睛都气红了 他一步一步的走到张承明面前 要是他还在 也轮不到你来我家里说三到四 你知道他是怎么走的吗 张承明心虚的往后缩了缩身体 他肯定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 尽管我妈没说 但他肯定是知道的 就像我也知道一样 要不是你爸妈吵架 要不是你大伯去劝 要不是你妈发疯 滚 我妈是真伤心了呀 绝对的伤心了 张承明突然的 也没了刚才不可一世的气势 他亮腔的往后退 可陈香梅却突然抓着菜刀 向我妈冲了过来 去死吧 敢抢我的东西 都去死吧 他根本进不到我妈的身边 保安们飞快地按住了他 慌乱之中 他手里的菜刀滑落 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他的脚上 鲜血四剑 惨叫连连 保安们直接把他拖到了楼道 然后继续一件一件地往外丢东西 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 笑嘻嘻地过来捡东西 甚至在看到那么多好东西之后 赶紧打电话让家里来一起搬 几个男人搬着高档的真皮沙发 笑得嘴都合不拢 还有跑步机 几万块的大电视 甚至连冰箱他们都准备搬走 当然搬之前 小心翼翼地问我妈 我可以搬吧 你们不会后悔吧 我妈淡定地点头 搬吧 全是我出的钱 我自然不会找你要回来 几人兴高采烈地离开 王倩一个人死死地护着 滚 最后跑进厨房 把那些电饭包锅产都装进了袋子 还抱了几何名贵的营养品 终于笑嘻嘻地离开 王倩根本护不住那些东西 陈湘梅抱着流血的脚痛哭 王承明被保安们直接拖到了小区外面 终于 这房间干净了 我妈把孩子递到王倩的手上 走吧 今后毫无瓜葛 门被喷的一声关上 王倩当然不愿意走 我妈当了她的面 换了心锁 王叔带着几个保安站的门口 绝了王倩想要再进去的心 她疯狂地给王承明打电话 但是王承明自身难保 因为下一件事 我妈就在公司宣布 吵了王承明这种经理 连一个最普通的职员位置都没有给她 做完这些 我妈并没有回家 她带着我去了爸爸的墓地 爸爸走的时候刚刚三十岁 多么年轻啊 妈妈会在墓前 你不要怪我 我已经人之一尽 这么多年 她无数次的忤逆我 辱骂我 我都忍过来了 我知道她是你们张家的人 我曾经忍了委屈 亲自教养她 她是真难过呀 一心养育的儿子 居然是个白眼狼 谁不会难过 但是 好在她醒悟得早 她没有拖泥带水 张承明 她以后的日子 就看她自己的造法 这次给了她一个教训 她即使醒悟 还是一路错下去 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人的一生 谁都不能替她做一辈子的主 是好是坏 全凭自己一双脚去走 且看她如何走吧